只要短短几分钟带你放开眼界 科技 娱乐 设计 各个领域最具风格的演讲者 最领先的观念 最有创意的想法 台湾独家授权电视播出TED在中天 尽情锁定中天全球现场 台湾首次举办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 首次走上政治路的林瑞雄 为了在答辩的有限时间之内能够有好表现 她甚至还特别的集训练习 不过在辩论当天话说得太快 这字常常粘在一起 还说出了许多难以理解的用词 总统候选人林瑞雄在台上答辩 严重的台湾狗蚁 不止观众听的满头问号 就连小框框里的首语老师更是难以招架 中感曾经是世界第三大后感 尴尬了 真是的 他讲得很快 所以他上面一个字还没讲完 他下面一个字的上半音已经都出来了 真的听都没 首语老师越比越卡 不过难以理解的词句 还是一个接着一个来 我二十年天到完到正没有人变化 到正在还没有一个工作 每个夏天都一二十万来 竟然没有一个工作 瞎会啊 说了半天 原来是在说没有工作 工作工作傻傻分不清楚 但是现场播出首语老师不能慌 硬着头皮也要闭下去 就要很仔细很仔细的听 可是很没有把握 就是其实也怕说翻翻出来 我们事后还没有来得及去check 到底翻得对或不对 只是那个当下的确实是 这里这里觉得很有点心虚 翻得不是那么完整 国语台语再加上英文 连专业的首语老师都甘拜下风 林瑞雄这位政治素人 另类表现格外吸睛 虽然苦了首语老师 但他们还是临危不乱 要hold住全场 中文 何孟茜 黄讯阳 新竹台北 参观报道